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前一天 也就是星期三 中国和美国股市上涨的影响 澳洲200指数昨日收涨1.05% 目前是7049点 美股方面 美国三大股指也有轻微上涨 纳斯达克上涨0.67% 目前报价9572 黄金价格1570美元 石油方面布伦特原油55美元 WTI原油51美元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话题 因为国内疫情的关系 国内的各行各业都不太好过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看到网上很多的相关的信息和新闻 比如说那些被感染了冠状病毒的病人 还有医护工作者 还有甚至有一些因为医疗资源有限 所以甚至都无法被医院收治 确诊的病人只能自己在家隔离 看到这些新闻呢 我们心里都觉得非常难过 那不仅是这些 医护工作者或者是病人不好过 那其实国内的其他行业也不太好过 比如说餐饮业吧 节假日本来应该是他们生意最好的时候 但是我看到网上的网友说啊 现在都没有人去餐馆吃饭了 有的网友呢 家里做餐饮业的 他们年前就囤了一百多万的货 但是呢 因为疫情爆发的关系 结果全完了 那有的网友是做服装批发的 年前压了不少的春装 结果现在被困在湖南的 湖北的老家 根本就出不去 但是呢 店铺 住房和仓库都必须要付房租 那看到做水果批发的状况更糟了 年前囤的水果卖不出去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烂掉 旅游和酒店行业 导游基本就等于失业了 不能接团 不能发团 那酒店也是很多都关门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入住 但是呢 他们还得承受着高额的租金 那在这里说一句啊 国内的疫情对澳洲的旅游和酒店行业来说 其实打击也是挺大的 那像澳航Quantas的股价 从1月20号左右开始啊 就开始下跌 已经从7块多跌到了6块多 那股场Ground Crown的股价也受到了影响 有所下跌 那还有网友说到啊 家里是做养殖业的 那有的 有的人家里养了几万只鸡啊 在国内 但是呢 因为饲料厂不开工 屠宰厂也不开工 鸡既没办法养也没办法卖 饲料呢 也只能勉强维持到正月食物 如果之后还不开工 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小鸡仔死掉 也不能去卖 那做婚庆和娱乐行业的 也是至少在这两三个月内都无法开工 甚至半年内都无法开工 那一些社区的基层工作者 工作也是非常辛苦 每天都会挨家挨户地去敲门走访 去查看有没有人感染这个疫情 那晚上深夜回到家还不敢和家里的人接触 那看到这么多 就真的是想说一句 民生多奸 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啊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次疫情能够尽快地被控制 各行各业能够快点恢复 虽然可能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乐观来看 这个疫情呢一定是会被控制 国内经济也一定会回到正轨的 那面对市场低迷的情况 各方呢也是呼吁国内的政府 尽快地出台一些政策来帮助这些企业 那在2月1号的时候 央行就已经发布了通知 说对这个疫情 因为疫情所受到影响比较大的一些零售批发啊 物流啊 旅游 酒店等行业 国内的银行不得盲目地抽贷 断贷和压贷 以帮助他们能够回到正常的经营的状况 那迈克之前也讲过 在疫情过去之后 中国呢肯定会有重大的经济利好 来刺激和帮助国内的经济恢复和重新发展 另外从长期来看 因为国内的 国内和美国的贸易战 其实已经是有所缓和的 各行各业呢也都趋于稳定 这次的疫情是属于突发事件 那从我们自己的对抗非典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这种疫情的经验来看 这个冠状病毒啊 或者说这种传染病并不会成为一个国家乃至经济是经济和世界发展的一个阻碍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有信心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话题 之前我们谈到有很多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都非常的严重 那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受疫情影响比较小 甚至说因为这个疫情收入有所增长的行业 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过的医疗行业 那还有就是互联网社交平台和游戏 那就像腾讯的王者荣耀啊 其实在春节期间 它的游戏人数就大幅增长 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 不敢出门 那玩游戏的人数也就多了起来 在1月16号到1月27号期间 根据数据显示 腾讯王者荣耀单靠售卖游戏皮肤 就已经有了超过50亿人民币的收入 有消息称除夕一天 王者荣耀卖这个游戏皮肤啊 就卖出了20多亿 但是从这周开始呢 国内的大家已经开始渐渐的复工了 有很多人呢就从自己的老家回到公司所在的城市 但是呢很多公司规定嘛 就是刚回来的员工需要在家隔离14天 所以说有不少人都选择了在家远程的办公 阿里巴巴旗下就有一款软件 叫做丁丁 可能在澳洲工作的人不太了解 但是呢这款应用在国内的普及程度是很高的 丁丁是阿里巴巴为中国企业打造的那么一款 免费沟通和协同品牌 平台也就是说利用这款软件企业和企业员工可以实现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功能 比如说在线的电话会议商务会议公司消息群发通知 甚至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款软件啊公司可以看到有哪些员工对一条消息是已读还是未读 那当然还有考勤功能它有多种的方式来进行考勤 哪怕是没有网络连接也能够做到在线打卡 那因为最近国内的中小学大学还是属于停课状态 所以说现在国内有很多学校都开始利用丁丁进行在线的教学和每日的打卡考勤 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最新数据啊在2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有近2亿人在使用丁丁平台在家工作 那超过1000万家的企业已经有组织的在使用丁丁进行远程办公 那在2月5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丁丁已经首次超过了微信成为了苹果App Store下载排行榜的第一名 除了软件做得好阿里巴巴呢在这次对抗疫情的工作中也始终能够出现在人们最需要它的地方 他们扛起了电商行业抗疫的大旗 那这次阿里巴巴它不仅是设立了10亿元的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 还为海内和海外的这些捐赠机构开通了免费的捐赠物流通道 平时啊当我们提到阿里巴巴我们可能想到的是马云淘宝 但是在这场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了阿里巴巴它作为中国代表的互联网企业 他们的担当和责任感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当我们再次提及到阿里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不仅仅只是淘宝 电商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他为这场疫情当中所付出所做的一切 那我们看到阿里的股价啊从去年的8月到今天已经是上涨了30%多 最近啊在1月中旬到1月下旬有因为疫情有短暂的下跌 但是目前又已经开始了回升 我们之前是发过阿里巴巴的公司分析的 在中概股里面阿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司 因为他们的电商的强大的占有率 还有他们丰富的产品线核心竞争力 还有他们强大的赚钱能力 所以阿里的股价上涨是有逻辑的 那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看到阿里所做的一切 他展现出来的责任和担当感 那对于我们来说作为投资者是不是又多了一个投资阿里的理由 好的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在下周日也就是2月16号的时候 我们在1点半中午的11点半到下午1点半 在格伦的Novatel酒店有一场澳股外汇的精品讲座 我们到时候呢也会为到场的观众朋友发放免费的口罩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0386580603 或者通过微信小助手进行报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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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